台南有一名男子疑似是向 帕比業者索討保護費不成 竟然是兩度持槍 射擊路邊的停車以及電車 卸費 案發之後 警方全面阻斷他的後援 同時是賀槍實彈翻頭來 棄捕 就在街頭將嫌犯壓制逮捕 警方賀槍實彈大舉攻堅 棄捕涉嫌開槍索討保護費的 蘇信嫌犯 嫌犯狡兔三哭不見人影 其實是趁機來到這家燒烤店 走進店內 明目張膽掏槍 朝著天花板射擊一槍 離去時從容不迫 卻在路口就被趕到的遠景 壓制逮捕 警方調查 蘇信嫌犯涉嫌持槍 向台南市一家PUB業者 索討保護費不成 竟然朝路邊停放的車輛 連開九槍泄憤 孤立無緣的嫌犯 遭到POP業者在網路嗆瞎 他為了報復 又前往業者開設的燒烤店 開槍威嚇 現場極強力壓制逮捕 查扣改造槍械一把 嫌犯為了索討保護費 兩度開槍 犯罪行徑猖狂 最後在街頭遭到壓制 狼狽落網 記者 姚文華談談報導